贷款买房是实际下很多人选择的买房方式 在高房价时代为了能够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即使还款压力再大 人们也仍是觉得有房比较重要 毕竟房子被很多人视为稳赚不赔的投资 在办理贷款的时候有几件事是要格外注意的 一旦出错后悔都来不及 那么到底是哪些事情呢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 首先是贷款未满一年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提前还贷 还贷压力之大 想必很多房奴都体会过 当手里有了一些存款以后 房奴都想着能够把剩下的贷款给还清 但是贷款未满一年就还清贷款的话 可能要交更多的钱 因为未满一年就还贷的话 是要付违约金的 这比违约金可比小项顺的更多 然后是不要频繁的换工作 贷款之前银行会严格审查贷款人的工作稳定性 收入情况等 所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很重要的 这样能更好的证明我们具备还款能力 办理贷款也就方便很多 如果总要换工作的话 银行要花更多时间去审查 办理贷款就没那么容易了 除此之外还要避免在还贷日当天打款 这么做虽然可以 但是提前打款比较保险 银行的系统经常要做维护 而且遇到节假日这些银行是不上班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还是提前打款比较好 那么大家觉得 还有哪些事情也是在贷款买方式需要格外注意的呢 欢迎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 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